接下来我们勾一下这个蝴蝶结的部分 也是环形起针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 把线绕手指一圈 勾针穿进来 把线勾住拉过来 先勾一个变子针 这一针呢是起固定作用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好五个变子针 我们来勾一下 一二三四五 好勾好这五个变子针了 接下来呢 我们在圆里面穿针 勾上四个长长针 也就是四个两卷长针 绕线两次 然后呢 在这个圆里面穿针 勾针勾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 先把前面两个线圈并针 然后这两个线圈再并针 然后进行第三次并针 这是一个长长针的勾法 我们再勾出三针 第二针 勾针绕线两次 然后穿针进来 拉过线来 第一次并针 第二次并针 第三次并针 再勾上两针 好 勾第四针 勾好之后呢 最后我们再勾上五个变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勾上一个引拔针连接一下 穿针 把线勾住 带到后面这个线圈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胡迪迪的一半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重复勾另外一半 先勾五个变子针 然后四个长长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好 勾好这四针之后呢 勾五个变子针 从圆环上面连接一下 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就可以了 把线尾拉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胡迪迪的样子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五个变子针上面 对应勾出五个引拔针 大家看一下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好 然后呢 我们在中间的四个长长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四个引拔针 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一侧的这个五个变子针上面 再对应勾出五个引拔针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这一半也这样勾好 勾上一圈的引拔针 好 再把中间的四个长长针上面对应勾出 四个引拔针 再把这一侧勾上五个引拔针 这样就可以了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留一个长线尾 我们可以把线呢 在中间的部分呢 给它这样缠绕几圈 后期呢 再把它固定在这个主体上面就可以了 我们的蝴蝶结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勾一下这个小刺尾背后的这个刺的部分 我们先来起针 也是还原起针的方法 我们第一圈先勾六个短针 绕线一圈拿下来 锁手把线搭好 勾针穿进来 把线勾住拉过来 先勾一个辫子针固定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勾出六个短针 第一针 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勾好之后呢 把这个线尾用力拉紧 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从第二圈开始 我们就需要勾这个 罗伯斯针了 我们需要借助一下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上面的这个标签拿下来 然后呢 把它这样 撕开 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标签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对折一下 罗伯斯针呢 大概就是这么长就可以了 这么宽 把它对折好 再这样对折 拿起来呢 会比较方便一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我们该勾第二圈了 第二圈就需要勾六个短针的夹针 大家看一下 先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进去 然后呢 把这个标签放在这个地方 这样把线勾过来 然后呢 再并针 第一个短针就勾好了 做好标节 每一针上面都这样 给它拉出一条线来 接下来还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继续勾短针 然后 再这样绕线一次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并针 好 第一个加针就完成了 同时上面呢 对应两个这样的线圈 这个就是我们罗伯斯针的勾法 比较简单 用这个标签这样给它 缠绕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罗伯斯针呢 它就是一样的长度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小刺猬的刺呢 是一样长的 然后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绕线一次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并针 还是勾短针 每勾一针呢 都这样给它 缠绕一下就可以了 好 第二夹针就完成了 上面对应四个线圈 我们该勾什么针法呢 还对应勾什么针法就可以了 不要忘记这样绕线就行 第三个夹针 再勾上一针 好 我们继续勾后面的部分 第四个夹针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的 然后第五个夹针 然后第六个夹针 该勾什么针法 还对应勾什么针法 好 我们这个第二圈就完成了 上面对应十二个线圈 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标签这样 拿下来就可以了 第二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我们来勾一下 还是把这个标签这样 放在这个地方 第一针里面 勾上一针 锁好标签 然后第二针里面勾上一个夹针 那么勾这个被刺的时候呢 不要着急 这个地方需要有耐心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按这个方法 一直勾下去就可以了 按照图解来勾 每一针呢 都这样勾成一个萝卜丝针 就可以了 每一针在勾的时候呢 都这样给它绕线一次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把后面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 我们一直跟着图解呢 勾到了第14圈 勾好之后呢 把线拉长 留一个长线尾 后期用于缝合 我们用缝合针 把最后这个地方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跳过第一针 跳过第一针从第二针的位置穿针 然后在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眼这个地方 跳后半针 连同下面这个小线圈 这样一同穿过来 这个地方就连接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刺维的这个背刺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背刺呢 给它套在这个身体上面 给它这样整理好 那么 那么套好之后呢 我们再用刚才那根线呢 给它固定在这个身体上方就可以了 你就顺着这个背刺的这个边缘 直接防在这个身体上面就行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背刺的背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